Hello,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哥一森 今天到的快递内就是应你们开的 一款粉丝朋友们千呼万唤的蚂蚁城堡 简单粗暴的开箱 看着东西还是怪多的 这个是新款的沙潮二代 里面都是沙子 蚂蚁是可以很方便的打动 这个是产品说明书 这个就是蚂蚁的城堡 做工还是比较不错的 全部是亚克力板 外加螺丝固定 两个管子里面全部是蚂蚁 加水的 一个小的漏斗 这个包里面是夹子 饮水器 加上一个防桃粉 沙子 其他的也没有东西了 花了我一百多块钱 算下来还是挺贵的 根据说明书来操作 可以看到这边有三个孔 我们把中间这个孔给拔开 然后放上漏斗 把沙子倒进去 好的装满以后开始注水 加入50毫升的水 已经加了有60毫升的水了 但是这个底部这根本就加不到 加水的目的呢 主要是凝固这些沙子 这个水流不到这边没办法 就先这样给它装上去再说吧 来吧问题不大 我们开始下一步 下一步是在这个口上涂上一层防桃粉 这个管子里面就是买家送的防桃粉 防止蚂蚁逃跑 在这个城堡旁边抹上一圈 再把这个小小的渭水器放进去 接下来呢就是放蚂蚁 这个蚂蚁的体杆还是比较大的 把这些死了的蚂蚁挑出来 大概死的呢有这么多 十几只左右吧 放一点方便面进去 盖上盖子 然后把这个红色的插片拔掉 这样蚂蚁就可以开始打洞了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部分蚂蚁 然后这个洞里面又是一部分蚂蚁 总体来说吧 这个花了一百多块钱吧 但是这个盒子确实要比我看 其他视频上那种盒子要好很多 现在呢已经过去四天的时间了 他们只打来这样一个小小的通道 大多数蚂蚁都是在这休息的 打洞的也只有那么几个 我估计还是因为天比较冷的缘故 他们基本上是待在这个窝里不在洞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好的建议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拜拜